地下人丑的台湾 近年因开发更新 老屋难逃拆除命运 在工业化与都市发展中 历史文化脉络 也随着建兴楼断裂消失 究竟什么是台湾建筑 它的内涵价值又是什么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 我们今年度的《我们是台湾》 实际上来谈到一个 跟我们离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这是什么因素呢 就是建筑 我刚刚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 大部分的人从家里 移到办公室中间经过车站 或是你到工厂 都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这个建筑物的一个空间 建筑物的美丑会影响到 台湾人的真正的一个审美观 很不好意思的台湾有一个封号 像台北市 每年花这么多钱 竟然被Lonely Planet形成 是全世界最丑陋的都市 要解构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需要我们自己来 做一个声势跟反省 那有两位来宾在我们现场 第二位是来自我们的中原大学的 城乡所博士 专长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史 设计理论 经典杂志的传述我们的志武 志武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子武 经典杂志传述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美术史组 入围2010年台湾文学奖散文类 荣获第十二届卓越新闻奖 平面类国际新闻报导奖 获选云南五级流浪者计划 以自行车横贯欧亚大陆 客委会竹梦计划 单车穿越中东 著作直到路的尽头 从明清以来 汉人移民建造的闽南风格 到日治时期 大规模实验的各种西洋式样 战后国民政府来台后的 中国式建筑风 台湾建筑脉络 每段时期的建筑缺乏联系 常使人有断裂之感 1970年代的乡土运动中 曾有一波对传统的热情探球 也难以抵挡80年代 房地产兴起后 建筑全面走向商品化的趋势 进入21世纪的台湾 随着全球化的脚步 更俨然成为国外明星建筑师 大放光芒的表演舞台 玄妙的设计 大师的光环 总引来媒体与民众的 一波波讨论与朝圣 但在群星闪耀底下 什么是台湾建筑 是落落与传统的连结 是否以至于一般人 无从体会身边建筑的 真实价值 随着时代潮流 变成必然的选择 直播在谈这个建筑 实际上它真的是 你我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 跟美感的一个累积 所以谈台湾这个建筑片 你尝试着跟读者 跟观众朋友说哪些事情 我一开始是想找出 什么是台湾建筑的 这个所谓主体 就是什么是台湾建筑 最大的特色的时候 其实就会很困惑 因为发现说 很多都是断裂 这种种很繁杂的建筑 我是想说用一篇文章来 稍微来介绍这些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会让我们现在 好像会觉得说 跟我们的建筑空间 是有一种 怎么讲 有一种疏离感 就是很多很多时候会觉得 老建筑跟我们生活 好像很遥远 的这种感觉 那甚至会不知道说 到底什么是 真正台湾元素 是啊 所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蒋老师 实际上就是 在台湾的一个 传统经验里面 总是不停地把东西 老东西拆掉 我们都想要新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样的思维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 这个历史经验的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其实他经历过 好多次不同文化体系的殖民 所以在每一次 在殖民的过程里面 我就有一个很重要 核心价值观就是 所谓的破坏性的创造 是 它其实是在西方 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之下 它开始有殖民 这样的一个动机的时候 它其实背后隐藏着一种 所谓的发展型的 经济调控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 它希望能够获得最大 所谓最大幅度的 所谓的利益的 这个经济剂收益上的原因 所以它往往做法就是 很快把东西产平之后 我就改了一个新的房子 而且是新的时代风格 所以就造成整个台湾的 那个空间形态是非常复杂的 混杂在一起 是 对 所以我想我要请教人家老师来 因为你在这一块是比较专业 可是很快的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过去有哪些的不同的 氛围的组合到现在 我们的一个混搭的一个形式 OK 好 其实呢我觉得 这整个这个过程 可以从一个百年的时间轴来看 整个都市空间的发展会比较清楚 比方说呢从清朝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 合院建筑还有砖瓦处的形态 这个材料形态为主的 这样的一种建筑模式 它变成一个集体的状态的时候 它其实就形成了城市的特殊性格 就是一个红砖色的城市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日志时代呢 其实有约日本殖民政府来台湾 它把所谓的现代化的思维 带到台湾来之后 大概建筑形态可以分成三种形态 一个是官式的建筑形态 那当时的官式建筑 主要是一些日本建筑师 他到了欧洲留学 或者是学习到西方 新古典主义的建筑 所以把这一类的建筑 带到台湾来 比方说台湾的这个现在 对中东府 今天的中东府 检察院啊 对对对 法院啊 车站啊这些 都是这一类的这个建筑的代表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工厂形态的建筑 它的表面装饰就没有那么复杂 比方说华山英文特区 这类的房子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日本人来要住啊 所以就带来它的居住文化 就是日式住宅的空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榆林板 台高市的这个结构 还有榻榻米的空间 我相信很多台湾老一辈的长辈 对这样的空间 其实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一直到战欧后 大概是在 1945到1949年 这一段时间 国民政府其实带来了一批专业者 那他们把所谓当时在美国或世界最流行的 现代主义的思潮就带进来 那样的一个思潮带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灰色的年代 即使是混凝土的构建 还有就是很简洁的空间的这个表面装饰的处理 还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洗诗字啊 斩甲石 在建筑的历面上 它其实形成一种以灰色为主调 很简朴的建筑形态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因为国民党政权 它希望建构一个 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形象 文澳复兴 没错 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 北方宫殿式的建筑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可以在故宫博物院 或者其他拿好 像元一山大饭店 这些很奇怪的地方 都有一个大帽子 在我们这个非常地震 非常多的地方 没错 是 对 那所以这一个时代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两极的发展 一个是楼梨瓦的天空 那另外一个是灰色平屋顶的天空 之后变了很多的家建为建 是是是 对 然后到了1971年代 80年代开始 其实一部分是 湘土文学运动的影响 还有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局势 迫使很多 我们当时代的一些文化工作者 他开始去思考 台湾本土是什么 所以开始把一些本土的建筑与会 重新带回到台湾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就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了 那都市的这个化的发展 让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个高层的建筑 或者是后现代 充满很多符号图像的这一类 很热闹的房子 就在都市里面开始发展起来 那我觉得在之后 也就是在我们最接近当下 其实这一个时间点 可能会放在戒严 或者是说90年代末以后 其实台湾进入了一个 全球化的世代 那全球化的世代呢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 对于都市发展的认知 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部分你希望跟一个 全球的脉动接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仁爱录啊 或者心意计划区 这一系列非常多的 高的玻璃帷幕墙的房子 或者台北101 这一类型的 你必须要跟国际对话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 不断的出现 但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有一股反省性的力量 它一直在想 从本土怎么走向在地 是不讨论地域性建筑 那我觉得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宜兰 他们做了很大幅度的 这个宜兰所谓在地风情的调查 然后找出了一些在地建筑的特色 那希望当代的建筑 比如是用一个当代的手法 转化所谓的地域特色 融合在一起 那这两股力量 就形成了一个 在台湾当时代 非常多议题 互相冲撞的一个 特殊的活力跟空间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么400年的 就大概几分钟 直接把它讲清楚 所以我们大概 沉加很多事情 我们请教一下植武 实际上 在看这样的空间之间 文章引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谈到一个 一个法国住在台湾人 发现台湾人怎么不停在拆老房子 包括在哈马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历史建筑里面 所以居民的态度 跟政府的态度 你在这个角度上 怎么跟 跟观众们做说明 就是哈马兴 其实是在高雄 靠高雄港口 刚刚的一个 他在日治时期 是最快现代化的一个地方 那他其实在日本坐在那边的时候 他其实建了很多房子 那后来 国民政府来以后 日本人走了 那很多台湾人就住下来 但那块地其实是国有地 所以那些建物 他没有办法自行跟动 所以这其实也导致说 为什么他还可以保留下一些 日治时期那些建筑的风貌 因为他其实是 屋主没办法自己去拆的 那其实一般 坐在那边的人很久以来 常常就来 他们其实也不太觉得说 他自己住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破房子 然后又很困扰说 很破旧没有办法修 直到后来 在去年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有一个公文 要限期他们拆迁 然后说那边要建一个停车场 那时候才突然有一些 也不是突然 就是许多文化工作者进入以后 和居民去沟通说 你要去正视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什么 而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邻里关系 已经在那边这么久了 感情这么好 为什么就一个公文就可以把你们赶走 对 那居民也开始慢慢去 才开始去看说 我们居住的空间 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近几年 台湾人对生活环境开始慢慢有意识以后 才开始去想 在以前他们可能也只是要到那边讨生活 做生意啊 或是在高雄的港口 以及车站当这个劳工这样子 就是台湾有一整段时间 其实大家都是还是以必须要温饱 经经济为主 是了解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些思维 有点诡异 早期都喜欢把旧的东西都不要 就刚才讲那种断代性的一个思维 非常 我们都喜欢是破坏性的一个创造 所以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看的话 人家这房子越老越好 家具越老越好 可是我们过去都是想要用新的 来斩断一些跟你的血脉关系的一个连结 这个是我也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蒋老师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间 你又在当老师 你怎么样去让你的学生 未来的所有的大部分的建筑师们 去开始有这样子的重点的去了解 这块东西在一个符号里面 生意符号里面是重要的 不是几条线画过来 后面带了很多的dart sign 就可以来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我想 这个部分我其实我跟一些长辈请教过了 就是专业界的长辈 还有一些同事 其实我们共同讨论的 就是刚刚像总编您讲的 就是欧洲为什么 或者欧美很多的城市 它有文化特色 在整个城市里头 可是台湾你却看到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共生 我们觉得很大的部分来自于 对环境意识的反省 还有永续思维的讨论 那所谓的永续思维呢 我觉得是一直在这十几年来 不断的被推行的一个非常重要性的观念 因为它跟破坏性的创造 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理念 那所谓的永续它其实是一个 渐进式的改变 还有它对于环境是一种养护的关系 其实有跟刚刚子武所谈到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老旧的街区 我们是不是可能更有耐心的去看 它的在地的时间 在地的产业 在地的生活 它怎么样用一个渐进式的方式 还有包括我们用一个养护的观念 让现在的时代生活 可以跟过去老旧的空间 融合出一个新的模式 其实在这部分 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啦 比方说在纽约 在那个SOHO那个地方 它有一大批在19世纪时代的 这个工厂建筑 那类的建筑 因为它的挑高很高 因为过去是工厂 你要放很多大型机具 有些空间到9米到12米 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当时呢 这个19世纪 它其实是一个工业生产为体系的这个城市 那一到20世纪193040年代以后呢 这个工厂它慢慢迁移到郊区 或者到了亚洲 或者到第三世界国家 它就从一个生产型的城市 变成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 那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它开始这个空间 它原来主体就不见 就是劳工不见 那谁进来呢 就是艺术家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艺术家 可以用这个空间 去创作非常大的作品 可是它的建筑外观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然后到了1970 80年代之后 它又开始翻了一番 当然这是一个都市竞争化的 造成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空间 开始变成有吸引力 它可以跟城市的脉动共存之后 非常可惜 艺术家又搬出去 那谁进驻呢 它就变成是某些住户 它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 重新去创造一个所谓的loft 对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会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心地在处理 就是旧环境跟新生活之间的 一个对话的关系 是 我们是属于一个 不太想看我们过去的那个 经验的一个朝代的一个时代 但是在这应该中间 败了很多的一个大环境的 一个因素的影响 所以建筑的一个本身 它除了是创新之外 它一种是maintain的 对不对 我们一直只想到新 而且没考虑到这个旧 如何去维护旧的是不是比如何 创新的比例来得更高 连运上是这样才对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背后其实隐含一个叫做 可持续性发展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你把建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 它必须要跟住在里头的人 他的生活是充分结合的 那这个人他怎么样去面对建筑 其实他背后的这个 他的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还有包括大环境的问题 也就是比方说整体街区的保存 或是整个街区 大家是不是有意识 让这个街区开始可以 容忍某些小幅度的不方便 然后来创造大家的公众的集体利益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 一个市民社会的问题 它也会体现在我们对于建筑保存 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的环境的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 对因为我前阵子也自己去了 一个葡萄牙来面去旅行 我还觉得说这个国家老师 被人家觉得它是什么PIG 算是比较欧洲破弱的一个贵族 但你家的城市真的好看 就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套提出 套提出外面贴的那些磁砖 你要隔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去维护它 但是还是一样的光彩 不一样的光彩 中间还是漂亮 这样漂亮的概念上 如果跟台湾这样来思维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只有 我们的那个什么 马赛克贴在外面很丑的 你接过细致从那过来 都是感觉到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真是不好看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上 在对建筑系的 或是在你的思维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真正适用 台湾本土的一个素材上 明明去思维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如果说用 完全用西方那一套的 进度教育的方式 其实对台湾学生来讲 理解上有一些困难 比方说像刚刚总面你讲的 西方的学生 他面对的环境 跟他的知识论的体系 其实就跟我们不同 所以后来我们有了一次 比较大的调整 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回到历史 或者在地的脉络里面去讨论 空间环境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必须要奠基在所谓的群体跟 所谓的群体跟个体之间的 一个协调性上面去讨论 而不会单纯从个别建筑师 他不停地发展 他自己的创作的欲望这个角度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传统建筑空间 其实他可以交给我们一些事情 比方说 他怎么样去回应大的自然地理的环境 比方说早期的台北城市非常漂亮 那这个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 你对于群体生活的尊重 还有包括你对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关照 然后你再小尺度一点 你其实是放在街道的这个尺度去看问题 也就是说当你要更动一栋房子的立面 或者你要改动这个房子的高度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想到从一个整体街道的景观来看 你在做什么 你可能不太适合其他房子都两层 你盖个十层楼的高度 然后行错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乐章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 最后再回声关照自己 当你建构了这样子由外而内 相互对应的环境观念之后 我觉得才有机会去找到 所会真正以关怀在地特色 气候材料或者是当地人文风情 这样的一个总和性关怀的一种态度 那从这种态度出发在做的建筑设计 我觉得对我们学生来讲 它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出发点 是 那个植物实际上也在这么 你刚好在比较长时间观在 这个住的环境这个议题 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希望 像我觉得在刚刚蒋老师有提到 在宜兰那边 他们对于在90年代以后 对于这个地域性的建筑 是有很强烈的这个探讨 像是包括最近的绿建筑 一直以来绿建筑风 其实就有在思考 怎么去回应那个 我们雅热带的环境 比如以前我们很喜欢 就是对空间有焦虑感 必须要尽可能的 拥有很多空间 就把阳台外推这个事情 其实到后来许多设计师 或是住户就有意思说 其实我们反而是需要内缩 是牺牲一点空间而换来 这个空气的流通 以及你与外界的这个 一个中介 可以不是说全部都关在自己的家门里面 是 所以我是觉得实际上 在这一块当中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品质 居住的环境 居住之后发展出一个居住的美学 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教育过程之间要去落实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全民的一个思维 我们在觉得说实际上 还好我们有类似一个总统 那样的一个建筑存在 台北市不会那么丑 我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未来来看台北市的好建筑 都会看到中央政府 也会办公大楼 那到现在完全没有个性 完全没有怎么样 这样的思维之间 幸好像现在已经开始 有不同的声音 而且这个不同的声音 逐渐变成主流 是不是 是是是 其实这个主流其实跟西方的整体 对于城市空间跟建筑的发展 重新的反省有关 那这个趋势大概是在1960年代 就逐渐形成 也就是说 其实就像刚刚总编所讲的 如果我们房子都全世界都长得一样 那我们还有什么特殊性可言呢 可是其实城市最珍贵的资产 除了城市生活以外 还有就是它城市的自明性 就是identity 就是你城市怎么样 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你体验到这个城市特殊的氛围 而且它会透过一个 很实质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个就是建筑 街道跟整体的城市空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开始越来越从 不管从观光的角度 从很经济发展的角度 从文化经济的角度 或者是城市风格塑造的角度 然后一直到 我们很落实到 我们对于居住空间品质的要求 等等不同的层面 其实都不停地在寻求一个 在所谓全球化社会里头 在地的一种自明性的反应 对 是 虽然这一次的半个小时的讨论非常有趣 因为我在觉得说早期我们那一代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就读好出移民到美国 就当美国人 这个是早期的思维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我们只要关起门 然后把书念好事考好就好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思维的时候 我想已经不一样了 从美国人纷纷再回来了 在这块土地的一个居住土地的耕耘 有一些是更好的事情 是我们从转换我们的居住空间 就是国家空间之间所没有办法去获取的 我想这个就是在台湾这一块的一个土地上 所吸引人之所在 所以你会发现香港人或是很多的中国大陆人 他们想到我们来这个地方来漫游 城市走 但是有些东西要素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是 也许在谈这个基础空间之间 从小到大所长生的环境之间 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对这样子的看法 但是也是时代在进步着 我想自己的聪明的台湾人 也想办法让我们自己做得更好 我要谢谢我们的蒋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职务 在实际上经典杂志在做的 我们是台湾 实际上是要找出我们台湾的identity 但是我想我们这个的一个认知 实际上是希望我们可以 形说出更好的台湾的未来 欢迎下桌同一时间 去做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十二月号封面故事 我们是台湾 加之变奏曲 老旧建筑物在拆除与重建方式之外 或许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实际地思考 到底什么才是最贴近居住需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